对王智琪的时间 连续拿两战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这一战冠军还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包括尤其还是在决赛对阵 张门智和这样强劲的外协会选手 自己就是实际赛刚输过 我觉得能在这样的场地上 包括还有这样大家对我的这种期待 我觉得能迎来自己非常的开心 今天其实你跟张门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 那你觉得这场比赛你能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水平真的就是差不多 真的在伯仲之间 还是说在一些细节上 包括一些觉得胆量方面 出手更硬了一些 在有些球上可能会给它造成一些压力 其实回顾你整个赛季除了这次比赛 包括澳门包括成都还有之前在布达佩斯 你是否满意你整个赛季的表现 我觉得人不可能实全实美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不满意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也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因为有输球就会有不满意 况且赢球的时候有可能也会不满意 所以说觉得在通过这些失败也好 教训也好 在这些当中你能不断的去摸爬滚打 然后快速的去成长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请问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还是通过全国级表赛这一个阶段 去好好思考一下亚洲杯吧 我觉得那个比赛也是非常关键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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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